老子爱上你 老子请失落 男主老马曾经是个立功无数的邪警 但就在即将转正的时候 因为酒驾出了车祸 害得老婆死了 妹妹残了 女儿也不愿搭理自己 看似美好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之后老马被分配去工地当了保安 好不容易买套房 老板还欠债跑了 这天工地上挖出一把 现弹枪 老马其实一直对没当上警察耿耿于怀 于是呢 寻思着把枪交给警察立个大功 说不定还能复职重新当上邪警察的 结果枪交到警察手上的时候 现弹枪变成了一把水枪 老马十分尴尬 就在这时 他从新闻里得知了一桩手机店抢劫案 而抢劫手机店的两个笨贼用的也是现弹枪 很有可能就是老马在工地发现的那把 于是呢 他开始着手调查 这边来说说两个抢劫手机店的笨贼 眼镜和大头 这俩呢 其实是第一天上岗 眼镜一心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业 大头呢 只希望挣大钱回家娶自己的心上人 霞妹当老婆 他俩的愿望就是干一票大的 但毕竟第一天上岗还是有点犯怂 所以呢 俩人只抢了个手机店 抢了手机店后 俩人就慌张的躲进老马的妹妹小马家中 小马因为车祸半身不随 只有一个脑袋可以动 所以啊 早就不想活了 看见两个笨贼手中的枪后 故意惹怒两人 还威胁二人 要是不开枪杀了自己 那他就要大喊大叫 引人过来 两个笨贼哪里敢杀人 就这么在他家里耗着 之后几人看起了电视 新闻中正在播报二人抢劫手机店的画面 眼镜呢十分自豪 觉得自己终于混出名堂来了 小马却十分不屑 还提醒二人 现在的手机里啊 那都是装了定位的 说不定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呢 吓得俩人赶紧查看抢来的手机 把手机全部挨个关了机 结果发现 抢来的手机全是模型机 搞了这么半天 俩人白费了一番功夫 之后俩人发现 自己被网友评为年度最蠢劫匪 还给他俩做了段鬼畜视频 眼镜那时十分崩溃呀 感觉自己的尊严都被扔在地上摩擦 就在这时传来了水滴声 抬头一看 竟然是小马失敬了 大头拿着成人尿布想为他换下 可是小马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十分崩溃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此时却哭喊着让大头不要靠近自己 在他的眼里 死亡比起尊严来说 或许不值一提 看到小马的窘境 眼镜呢 似乎也忘记了自己的悲伤 他终于答应帮小马解决性命 还答应在他死前 为他完成最后的心愿 小马想拍一套自己站起来的照片 于是呢 俩人带着他上了天台 与此同时 老马通过洗浴中心的波仔 找到了大头的心上人霞妹 并无意间拿到了霞妹的手机 于是呢 假装成霞妹约大头出来 大头收到消息开心坏了 但被眼镜提醒 霞妹早不发消息 晚不发消息 偏偏这个时候发消息来 肯定有诈 说完就把大头的手机扔了 还说霞妹在洗浴中心干的 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大头听完气到不行 当场就跟眼镜翻了脸 之后大头就去找霞妹了 而留下来的眼镜 把小马推进了屋 小马让眼镜帮他把煤气打开再走 眼镜拥抱了这个 仅仅相识一天的可怜女人 就在这时 老马来到门外 他来看望一下 因自己而瘫痪的妹妹 并隔着门跟小马说 自己要干一件大事 虽然小马对导致 自己残疾的哥哥 没什么好态度 但或许是刀子嘴豆腐心 也或许因为这可能是 最后一次和哥哥对话 小马跟他说 不要勉强自习 之后眼镜 为小马盖上被子戴上耳机 跟他说已经打开煤气了 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打开煤气 他已经做好 要改过自新的决定 决定好事后 就回来找小马 被他度过余生 小马睡着之后 眼镜去了夜市 而大头也在夜市里寻找霞妹 大头误打误撞 遇见了警察 结果警察不仅没认出他 还让他走了 原来在手机店抢劫案之后 警察通过劫匪的同款头盔 锁定了洗浴中心的波仔 而这个头盔 其实是大头从波仔手里抢来的 而霞妹也为了包庇大头 跟警察指证说 抢劫的就是波仔 反正波仔就这么成了冤大头 就在兜兜转转的时候 一声枪响传来 开枪的是一个房产老板的儿子 房产老板因为欠债跑路 被人讨债 这会儿又突然回来了 结果就是被人围殴 为了帮自己的老爸 他儿子开了枪 可是被打中的 却是在混乱中 穿着人偶服的老马 所幸啊 老马在衣服里 垫了块铁板 没有大碍 老马认出来这把枪 正好就是他弄丢的那把 原来自己的枪 是被这小孩偷了 而大头他们的枪 是自己从乡下带来的 老马将枪交给了警察 警察一看打起来了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抓住波仔之后 赶紧去抓打架闹事的人 而大头趁机和霞妹逃跑 逃跑过程 两人遇见了眼镜 在眼镜的见证下 大头和霞妹成了口头夫妻 就在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遇见了警察 不过在霞妹的掩护下 警察把他们当成了伤员 就这样 两个笨贼和老马 不约而同的 被送上了同一辆救护车 这是三人到目前为止 第一次同况 但是老马一眼就看出 这俩人就是劫匪 于是呢 拿着枪威胁俩人 但其实啊 他的枪早就上交了 所以现在拿着的是把水枪 可两个笨贼不知道啊 眼镜一个紧张开枪打中了老马 而两个即将逃脱的笨贼 也终于落网 凭借一把水枪立下大功的老马 并没有死 如愿地重新当上了邪警 他和女儿之间的矛盾 也得以缓解 但与之相对的是 大头和眼镜破碎的梦 不过二人也算为自己做出的事付出代价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无名之辈 但每一个无名之辈都拥有自己的喜悲 每一个人都有去努力地活下来 但有的方式是正确的 而有的方式是错的 电影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命运抛弃过 但又被命运眷顾着 无名之辈让人笑着流泪 也让人爱而不伤 丧得刚刚好 黑得刚刚好 暖得也刚刚好 不愧是2018年国产电影中的黑马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